在这里呢要感谢咱们的粉丝朋友们 给予我很大的一个创作灵感 有一些朋友呢带着题材来找到我 说真的那些题材我从来没有雕过设计过 甚至是想都没想过 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做出来了 一块达马卡的黄匪 雾层呢还是比较厚的 中间有一点白肉 尾部呢飘了一点兰花 颜色比较深 这个题材呢也是一个朋友他自己提供的 他要雕一艘船 中间要趴一个小动物在那里睡觉 想来想去呢我们可以要雕龙舟 这个是龙头 顺过来以后就变成龙尾 中间的白肉给它翘色 雕一个小猴子 趴在团餐里面睡觉 说真的我们确实需要在 玉雕的一个传统基础上去创新 融入更多的现代的元素 而且我觉得这一个挂件挂在自己身上 我喜欢就可以了 我喜欢龙牌的我去雕龙牌 那我就喜欢雕一艘船嘛 上才艺了 这一艘农舟 已经完工 这个材料还是蛮漂亮的 白肉黄匪 这边还有条南水 种其实是相当棒了 我们先看龙头的部分 雕的相当的细 转过来看这边也是的 双面都有做雕刻 磨砂的地方呢是龙舟 他的一个船身 这个小猴子呢 他在里面睡觉 越看越漂亮 现在师傅打孔呢 是打在这个龙珠这里 是这么挂的啊 我突然有那种想法 我总其实可以打个牛鼻孔 这么带也挺好的呀 你们觉得是这样好看 还是这样好看的 好看